但其实魏无羡的内心在疯狂叫好,一张床才棒,贴的时间越久,外的灵力可就越多。 可这种话,魏无羡是绝对不可能说出口的,也不敢露出太兴奋的表情,万一蓝忘机介意呢? 毕竟当时,魏无羡只是答应跟蓝忘机走可没大胆到说要跟蓝忘机睡啊。 这小心思若是暴露了,他以后还怎么蹭蓝忘机的灵力啊? 蓝忘机道,暂时条件就是如此,你若介意,我可以打地铺,魏无羡连忙拒绝。 啊别别别,这本来就是你的营帐,我住进来本就有些愉悦规矩了,怎么好让你打地铺,不然我来吧。 嗯,哎,睡不到一起就睡不到吧,虽然是打地铺,但好歹也不会离蓝忘机太远,多少也能吸收点灵力。 虽然,效果肯定没有睡意起好,但有总比没有强,远距离吸收也是吸收啊。 魏无羡刚说完,就把目光撇到了蓝忘机的床榻,刚准备起身动手从里面抽出一个厚薄还算适中的床垫。 蓝忘机就抓住了魏无羡的手,这感觉太舒服,以至于魏无羡差点忘了。 如果蓝忘机的手再靠下几分,就要探到魏无羡的脉。 所幸这个时候他二人都暂时并未顾及到这一问题,蓝忘机道,魏英,不必,我等下去夜巡,看能否寻到一些温室其他人的踪影你睡这里就好。 实在不是蓝忘机想走,他要是再不开口,怕是忍不住,想要先把魏无羡抱在怀里了。 我靠,这不行啊,你怎么能走呢? 一天一共十二个时辰,魏无羡可就指望睡觉的时候,能多吸收点灵力,好痒痒他当初被一根一根割断的灵脉啊,魏无羡连忙拉住蓝忘机,道。 嘿,蓝湛,我说你们蓝氏的人,怎么都一个个过得跟苦行僧似的? 今晚,温潮带着的所有人都被我杀了个干净,一晚上的时间,消息没那么快传出去,温家人就算想要反扎估计也得是几天之后了。 你这么些天,不就是在追踪温潮的下落,如今人死了,还有什么可寻的?来来来,一起睡嘛,莫不是你嫌弃我不想和我一起睡。 怎么可能嫌弃,蓝忘机,可太响了,只是今晚魏无羡的这一反常举动,让他就像做梦一样,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做出点出格的事情,把魏无羡惹毛气走了,那他到时候只能对着空气赶上。 魏无羡知道他在顾虑什么,连忙上了床,坐在床角,道,哎呀我知道,你不愿与旁人触碰,更不用说是和我睡了,但眼下这条件也不太允许,所以,这段时间就委屈你一下。 说完魏无羡往床踏的一边挪了挪,道,我保证,我就老实地窝在这边睡,绝对不会乱动给你留的地方应该也够了吧。 蓝忘机沉默半晌没有说话,而魏无羡却暗自琢磨着,这个距离八道也合适,腹部的灵脉也在缓慢地吸收灵力,现在他只要祈祷蓝忘机不走,这么过一晚上,保不齐能吸收多少灵力了。 见蓝忘机没反应,魏无羡直起身,道,啊,莫不是你真的很讨天我,或者从来没和别人一起睡过,那你方才还费什么力气,不让我打地铺。 说完魏无羡翻身,抱着垫子就准备下床,蓝忘机却一把拉住了他随后躺在床的外侧,扯过上面的被子,盖在魏无羡身上,道,今夜就这样睡吧。 只有蓝忘机自己知道,他今晚的心,跳得有多快,魏无羡得了变观,开始卖怪,他仔细地摊开被子,直接盖在俩人身上,然后笑嘻嘻嘻道,那蓝湛,我先睡了,晚安。 说完魏无羡便翻了个身睡了过去,林了还把自己的手严实地抱在胸口。 半夜蓝忘机,要是想不开探麦,魏无羡也不至于没有半点察觉,毕竟他可是从乱葬岗上出来的,一点风吹草动,他就醒了。 见魏无羡一动不动,似是真的睡了,蓝忘机这才使出灵力,熄灭了烛火。 蓝忘机仰面望着天花板,只觉得耳朵有些烫。 他不敢偏过身去看魏无羡,毕竟魏无羡说过,不希望自己做一些奇怪的举动。 今日的意外之喜有些多,一时之间,他还有些消化不过来,所以蓝忘机睁着眼睛,久久不能入睡。 魏无羡难得睡了个好觉,感觉怀里抱着一个暖炉,他并没有意识到梦外的自己,已经把他将整个人都窝在蓝忘机的怀里, 腿还十分不雅正地搭在蓝忘机的腰上。 蓝忘机不知道魏无羡梦到了什么,但可以肯定的是,魏无羡好像十分开心,时不时地发出黑黑黑的笑声。 这场景看得蓝忘机眉眼温柔,仿若今日与魏无羡重逢时,他那竖起满身尖刺,对自己冷言冷语的模样,只是蓝忘机的一场噩梦。 如今在蓝忘机面前,卸下一身防备,其至还能与他主动亲近,安睡得魏无羡,才是最真实的魏无羡。 虽然这幸福来得有些突然,可魏无羡当年在姑苏听学就是如此这般,蓝忘机也就没再多想。 至于鬼道一事,就像魏无羡所说,有蓝忘机看着,总不至于出事,蓝忘机放下心来,拢了拢被盖在俩人身上,一桩心事已放下,他忽然就想,明日不如试探一下,魏无羡对那首曲子,还有蓝忘机他自疑,究竟是如何看的。 毕竟魏无羡今晚,可是亲口答应了,战后要随蓝忘机回姑苏的呀,这样想着,俩人都各自睡了场数月以来的第一个好叫,梦里的魏无羡,一边笑着,拉蓝忘机躲过连堂老头的竹膏,攻击一边趁机往蓝忘机的怀里拱。 蓝忘机又羞又急,话都差点说不明白了,魏英,你做什么?魏无羡故作无辜,笑道,做什么? 当然是逃跑啊,蓝琪你难道不要傻站着,等着连堂老头来打你吗? 此时魏无羡拉着蓝忘机,呈随便到了半空,连堂在他的眼里都快成了一个小点了,魏无羡懊恼地拍了拍头,啊,逃太快了,本来没想跑这么远的,不过仔细想想,咱们也不亏。 哎,之前在姑苏的时候,我就邀请你来云梦摘连棚,你看看你都不肯理我,结果今日还不是口是心非地来找我了。 哎,蓝琪,既然你来都来了,一会儿我们去隔壁那座小山上,捉支山鸡烤来吃吧。 蓝忘机愣愣地,看向魏无羡,从未有人能对他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,自己平日独来独往惯了。 别人见了,他也是一派恭敬之色,只有魏无美对他,就像是对普通朋友一样。 能不害怕他巨人千里的气场,主动负请他做这做那,心里有个不知名的感觉在疯狂膨胀。 线下的蓝忘机不知道这其中原因,但他可以确定的是,他不讨厌和魏无羡这样,相反,还很喜欢,于是他不由自主地,跟着魏无羡就走了。 就好像,有个声音在对他说,一切随心吧。 魏无羡整个人团在蓝忘机的怀里,许是很久都没有睡过这样一个好觉了。